今天CDC在下午2點公布 新北市新增的確認人士為106人 現在本市總確認人士達到465人 各區還是120人為最多 不過我還特別就今天總共106人 來做一個簡單的分析 今天106人裡面已綜合32個 板橋26個 新增8個 那其次就陸陸續續整個大幅的下降 至於在今天跟昨天的比較裡面 我們板橋原本在昨天是有38個 今天已經降到26個 綜合從16個上升到32個 所以綜合的市民朋友們 這兩天綜合在整個疫情上看似變化很快 務必一定要把防疫做到位 至於其他的各區 不改從新增、新增、土城、蘆湯、三重、五谷等等 基本上在今天的疫情比昨天的整個確診個數是有下降的趨勢 所以累計雖然是已經達到465人 我特別把最近五天 從14號我們確診18個 15號74個 16號95個 17號144 到今天18號的106 我們的弧度從14號突然拉升 非常的快速 到昨天到了144 今天到了106 疫情還是非常的嚴峻 到底有沒有控制下來 就要看這幾天 整個疫情的觀察的指標 所以我們大家真的要全力的備戰把它做好 美國院記者數不足 是否! 제를詞 我們的 Les werLS 我們5 void 這個 aqueles